侯卫庸假装富尔去听 然后一脸谄媚的说 这鱼是从东海龙宫来的 在场的官员们文婷子言 也无不随声附和 直夸杨县前途无量 听得杨县好不受用 受不知这一幕 惹得一旁的太子朱镖 心中甚是反感 但是杨县却更飘了 虽是中书生的二把手 但俨然一把自己 当成了实际的掌舵人 就连一把手李善长的折子 他都敢随意驳斥了 李善长兴师问罪时 杨县开口就自称本堂 本堂 你在属下们面前 可以自称本堂 在老夫面前 也要白谱吗 杨县一拍金堂木 跟李善长叫门起来 说你可不要忘了 想要什么曾经